鲜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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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好久不见 今天我们要来做孤独的美食家第8季里出现的Castella Pancake 舒服雷松饼 先用的材料有油25克 糖25克 牛奶30毫升 面粉40克 鸡蛋2个 先把烤箱180度预热备用 2个鸡蛋黄白分离备用 植物油加牛奶和蛋黄 植物油加牛奶和蛋黄 然后再加一点点香草精 用蛋抽先打散蛋黄 然后再搅拌均匀 面粉过筛进蛋黄糊里 继续用蛋抽搅拌均匀 可以转圈也可以自一自行搅拌 不用太担心起筋的问题 现在开始来打发蛋白 打蛋器从低速调到高速 一直打到蛋白起粗泡 然后分次加入细砂糖 加好糖之后 左手顺时针搅拌 右手逆时针转盆 最后左手固定不动 右手逆时针转盆 低速整理至气泡细腻 打发到中偏干或者干性泡泡都可以 简单来说就是打发至 可以拉出短小尖角的状态 取一勺蛋白霜 放入蛋黄糊里面 搅拌均匀 这里不用担心小泡 只要混匀就可以了 然后把蛋黄糊全部倒回蛋白霜里面 先用刮刀绕盆刮一周 集中蛋白霜 然后开始翻拌 用橡皮刮刀在盆内画接一自行 接一的长度约等于直径 每翻拌10次左右 就需要集中一次面糊 最后面糊的状态 应该是浓稠 有一定的流动性 可以挂在刮刀上 锅路上的松饼呢 用的是铸铁锅 因为我没有尺寸合适的铸铁锅 就用了一个玻璃烤盘 正平面糊后入烤箱 预热温度是180度 现在直接进烤箱烤10分钟 时间到了马上取出来用刀在松饼的中间画一个十字 然后放回去继续烤10分钟 继续烤的这10分钟呢 我们可以切一片黄油备用 松饼在烤箱里面快速膨胀 10分钟时间到了马上出炉 因为配方里面有泡大粉 所以蛋糕出炉后会迅速回落 接下来的速度一定要快 撒上提前准备好的糖粉 放上提前切好的黄油 就在我去拿糖浆到20秒内 蛋糕迅速回落 黏上糖浆 いただきます 今天就到这里啦 如果喜欢记得素质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收工